接下來觀察老師要介紹第四題 第四題要說 帶子裡面有三顆白球、四顆紅球、五顆黑球 每次選一個球,取後不放合 總共選三次 好,那總共拿出來放三次 一次一顆拿三次 要求第一個 第一次拿到黑球的條件下 然後問你說三次都拿到黑球 這樣的機率有多少 第二個要求你 求第一次拿到黑球的情況下 三次拿到的球,顏色都不同 好,那我們來看看第一小題 怎麼算呢? 第一小題讓我們知道說 這個條件機率分母就是要寫這個 第一次是黑球的 第一次是黑球的機率 ST first A 然後上面呢就是 這兩個都要 第一次是黑球 而且三次都黑球 那還是三次黑球 三次都黑球 第一次就有黑球 那我們就問說 第一次是黑球機率有多少? 總共有幾顆球? 12顆 又7顆黑球? 5顆 所以你第一次要拿到黑球機率? 12分之5 12分之5 沒問題 好 那 如果你三次都要拿到黑球 來 第一次拿到黑球的機率 當然是多少? 12分之5 那第二次又要拿到黑球 11分之4 因為這個黑球剩下10顆 那全部就少了1顆 所以11顆 裡面有10顆黑球 第三次又拿到黑球 10分之3 好 那這兩個是不是可以約掉 可以啊 約掉 所以答案是這兩個 這兩個可以約分一下 所以答案是多少? 15分之6 6 那第二小題呢 你看 分母一樣 因為它都是第一次在黑球的機率 好 所以第一次是黑球 first 黑色的 那第二個是 三次都不同色 而且第一次是黑色 對吧? 這裡要跟它一起 那第一次已經是黑色了 那三次不同色 接下來可能 還有哪兩個顏色要拿到去? 紅跟白 那有可能是什麼? 紅加白 還有可能呢 白加黃 只有這兩個 所以這裡的機率就是 A 紅 白 加上 A 白 紅 只有這兩個 是不是這樣? 好 所以分母還是一樣 就是 12顆選 黑球 5顆黑球 所以 拿到 第一次拿到黑球的機率 12分之5 這樣可以嗎? 這個分母 好 那分子的部分 如果你是 黑、紅、白的話 第一次拿到黑球的機率 一樣12分之5 再來 拿到白球的機率 欸 拿到紅球的機率呢? 11分之 紅球是4顆 好 再來如果拿到白球的機率呢? 10分之3 總共有球又少1顆 那白球是3顆 對吧? 好 那再加上 如果是 黑、白、紅呢? 第一次拿到黑色的機會有 12分之5 那再來是白色呢? 11分之3 有沒有 三個白球 這總數少1顆 再來是紅色呢? 10分之4 對啊 好 這邊少1顆那還是4一樣 好 值得注意的是 看這裡 值得注意的是 這個 跟這個 不管是白紅還是紅白 你會發現它的分母是不是一樣 分子也都一樣 有沒有 是不是都一樣 對啊 對 所以這個以後呢 其實就是看它有幾種排列 那答案就直接乘多少 這個 再乘多少 就可以 然後都會一樣 它只是 這個分子的部分 它 有一些調動而已 排列的方式而已 其實都會一樣的 好 那 大家都有12分之5 一樣可以約掉 好 所以這個呢 就變成 這個約掉的話 好 就是 11分之4 乘以10分之3 再乘以2 啦 好 它這個跟它約掉 所以 55分之 12 好 看看這邊有多數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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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謝謝